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广东中商二院数名博士生集体患罕见癌症 学校火速拆除实验室 船空军前司令出事 军队乱套 被调查的将领下落不明 北京人突破封锁 大规模悼念李克强 近日 广东中商大学副手二院爆出 几名学生同时患癌事件 就在该事件持续发酵之际 10月8日 中商二院突然将涉事实验室拆除 网友认为 医院企图毁尸灭迹 7日 海内外社交媒体疯传多张聊天记录截图 显示中商二院鲁县外科苏士成导师的课题图 有6名学生集体患上罕见癌症 有一个还是一线癌肝转移 其中3名博士生 一名博士后都不到30岁 有网友爆料 中山大学女博士后黄敏 9月末 腹痛男人去中山二院检查 医生说她患有一线炎 11月 等她拿到病理报告后 才发现自己患的是一线癌 而且已经转移到了肝脏 生命只剩下几个月了 黄敏在工作团队的微信群里说了这事后 第二天便被她的导师苏士成 踢出了所有的微信群 黄敏的妹妹说 当姐姐拿到病理报告后 只是在群里说了一下自己得病的情况 并为问责导师去被移出群调 我们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不知道为啥她这样子做 黄敏被踢出去后 一怒之下就把相关的微信截图发在了微博上 然后她写了一句话 魔鬼在人间 从而引发大量网友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 从苏士成的反应可以看出 在她的团队中 黄敏应该不是第一个患癌的 她早就心中有数 所以一看到黄敏说患癌 就像条件反射似的 立刻把她踢出微信群 因为她害怕黄敏继续在群里说相关话题 有网友说 这个博士导师果然聪明 仔细想想 说不定整个实验过程 她早就知道有防护漏洞 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学生 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真可怕 7日 苏士成正常坐诊 她本人以三个完全是造谣进行了回复 并称 医院稍后会有公告 8日凌晨 中生二院发布官方通告 称 今年却有三名曾经或正在该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学习工作过的人员中 有三人先后被确诊癌症 除了黄敏外 还有刘卯和一位不具姓名的博士生 官方所说的近年来 其实就是今年 知情人透露 有六人先后患癌 为什么官方说只有三人呢 因为有三个人的病例报告 被中山二院压住了 官方找了一个借口说 还没有确诊 既然没有确诊 当然就不能说他们患了癌症 通告强调说 他们都是在临床工作的员工 实验室里再多的学生 没有患癌的 分析人士认为 官方的这种说法 是想切割实验室的责任 因为实验室是一个封闭的环境 而临床工作是一个开放的繁杂的环境 如果他们在临床工作环境中患癌 那就不能说和实验室有什么关系 公告没说的是 这三人查出的癌症 都是非常罕见的恶性肿瘤 黄敏德的是一种叫一线缺失型 未分化癌 这种癌在一线癌中只占2% 大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 才会患这种癌症 刘卯德的滑膜肉瘤 也是一种罕见的恶性程度高的肿瘤 而通告中 第三位患癌的外地博士生 是男是女都没公布 有许多网友猜这个人应该是个男的 因为男的得乳腺癌的非常少 如果是女的就很常见 通告中就不会故意隐瞒了 同一个导师下 这么多博士生同时患癌 内业人士分析 有三种情况会引发集体患癌的可能 一 病理实验室最常见的试剂是二甲本 它是致癌物质 急易挥发 如果实验室管理不到位 长期在实验室工作的人员 很容易积累中毒 二 某种剧毒生化氏气发生泄漏或误用 三 某种基因抑制器发生泄漏 污染了整个实验室的环境 进入了人体 又发出了癌症 而且这种癌症的恶性非常高 出现这种情况 用正常人的思维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 应该好好查一查 这个实验室的工作环境 是哪种实验室器出了问题 但中山二院的操作 让人惊掉下巴 8日 他们紧急拆除了这个 已经使用了14年的实验室 院方解释说 这是早就安排好的消防检查 正好安排在这一天 大家不要胡思乱想 医院的这个操作 简直就和武汉当局 对华南海鲜市场的做法 如出一辙 在疫情大爆发后 中共当局在第一时间 就对整个海鲜市场 展开全面消杀行动 就是要把所有的证据 全部都给消灭掉 而苏世成就如同是 南版的施政令 事出反常必有妖 分析认为 新冠病毒可能是中共军方 生化武器研究的一部分 那中山二院的鲁腺肿瘤实验室 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呢 是不是超限战的一部分呢 超限战的概念 是中共提出来的 是指在武装力量达不到 直接赢得战争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一切其他手段 来达到目的 对这个概念 最初做出解释的是 中共前国防部长齐浩田 他说 对美国不使用核战争 因为会让双方造成重大伤亡 但可以使用生物武器 和其他一切武器 事实上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中共一直在这样做 武汉病毒研究所 和中山二院 鲁腺肿瘤实验室背后 都有中共的鬼影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旦台海开战 北京会不会在美国 散播某种病毒 搅乱美国社会 这非常符合 中共超限战的逻辑 只不过 这些病毒或者说 生化武器 无意中被过早地泄露出来了 这是不是天意呢 在中国还有多少这种实验室 我们不得而知 但这次世界 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追踪 中共国防部长人选未出逐 火箭军等被查将领 仍下落不明 日前传出消息 中共空军前司令丁来行 正接受调查 港媒明报报道 除了之前传谣受调查的将领外 军队大清洗的风暴已波及到中共空军 丁来行设起北京西郊机场的工程腐败案 西郊机场是军用机场 位于北京海淀区 是专攻中共领导人和党政军要员往来北京使用的 还有消息说 火箭军前司令周亚宁上将也出事了 这些消息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在上个月举行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 丁来行和周亚宁确实没有出席 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自10月24日被撤职后 习近平一直没任命新的国防部长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计划参加 11月16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 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 他提议下周要与中共国防部长会面 最近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频频现身 代理防长的职务 外界认为张又霞已经70多岁 所以他兼任国防部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共新防长陷入难产 是因为习近平不能摆平军内的反弹 并且习近平已无人可用 台湾国防院副研究员舒孝黄表示 习近平对火箭军的大清洗 可能会造成火箭军内部反弹 有些人可能对习近平的处置方式不满 导致他摆不平 所以新的军头就难产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忠义表示 习近平整个已经乱套了 已经没章法了 有能力的军官他不信任 他信任的人又没什么能力 所以他现在是无人可用 另外 传言被调查的军中将领 张震忠 李玉超 据钱生等人 中共官方没有通报 但也没撤销他们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分析认为 习近平对军中反腐特殊处理 干脆等五年后换届时 让他们自己消失 李克强猝死后 中共审查封杀网友评论 并严控悼念活动 中共官方唯一准许悼念的场所 就是李克强在安徽合肥的故区 因此 大量民众前往献花 但是哀闹的花海 也会在当晚被清空 而北京是中共的帝都 控制是最严的 在举行李克强告别室那天 北京几乎处于半戒严状态 当局为了防止再度发生六四事件 机上到处是便衣 无警 大家都以为 北京人没有办法突破封锁 举行悼念活动 但八日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 北京六环外的首钢大桥上堆满了鲜花 沿路是悼念李克强的民众 贴文解释说 视频中显示的是 从门头沟至石井山的跨河桥 不是新修的首钢大桥 离八宝山还远着呢 有网友留言说 人心是挡不住的 这个视频看起来让人惊讶 也振奋人心 看得出北京人非常有智慧 在中共控制薄弱的飞闹市区 当局没安排警察或看桥的保安 民众献花表达悼念之情 分析表示 民众并不是有多么怀念李克强 大多是借献花之机 表达对社会不满 李奥法学家袁洪斌表示 习近平上台十年 如今 中国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 失业问题已经不是暗流涌动 而是涌现了从未有过的失业大潮 现在是民怨沸腾 官怨沸腾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只能借助李克强之死 发泄对习近平的不满 人们在缅怀李克强的什么呢 评论人士秦时撰文表示 李克强的个人成长经历 曾经在中国社会 成功打开了一扇实现 理想主义梦想的大门 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丝希望 李克强从安徽定远 这个偏远的小地方 立于跳龙门 凭借自身的聪明与努力 考入北大 深深学子 夹着着些取相忍卫国 报效社会的家国情怀 还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按照中共的话说 这是聪明的娃赶上了党的好政策 他曾是中共体制内 技术官僚和改革派的标杆人物 体制内外都有很大一部分人 曾将未来与希望 寄托在这些改革派上 李克强突发离奇心脏病身亡 宣告这一切结束了 李克强去世 多少民众流下了伤心的泪 那泪水既是为李克强而流 也是为自己而流 大家在这个体制中都看不到出路了 政治学者王君涛表示 一定要退出共产党 在共产党之外 并谋中国的出路 中国才有希望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试试变换 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